Hello 大家好 我是瑞伯阿伯 欢迎来到每礼拜三的 新校园职场生存指南 没错 我剪了新的头发 而大家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头发 跟以往的这个头发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看完了吗 OK 好 就这颗头发只花了100块就剪完 但之前的头发要花了1000块再剪完 所以我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到底有没有不一样 如果没有不一样的话 我以后就去剪100块 虽然剪100块的时候真的有一种 颇不受尊重的感觉 阿姨就过来坐 然后坐着他一直推你的头 然后拿那个拖到一直推 然后在那边转你头 就是没有任何被尊重的感觉 那1000块的那种 就是你坐下来 先生要喝什么 我们这边有威士忌咖啡 有什么 你就觉得哇 尊容感 然后 但是其实呢 我还蛮喜欢100块的剪法体验 说实在的 虽然就是被粗暴的对待 可是呢 他只剪了10分钟就剪完了 而且1000块的头发 却要搞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所以在时间的浪费上面呢 1000块的头发是超级浪费时间的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很努力的 就是尽量撑差不多4个礼拜 所以你常在影片看到我头发很长的原因呢 就是有这种懒得去剪的这种感觉 就说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烦啊 好啦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头发没什么差别的话 以后我都去剪100块的头发 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主题呢 叫做成长骇客 以及我们的电商行销公司呢 是如何应用成长骇客的技巧 在我们替客户服务的专案里面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念 好首先呢 成长骇客在前几年非常的热门 就是从这个话题一旦被炒出来之后 就坊间有各式各样的成长骇客大师班 成长骇客初级班 成长骇客实战班 成长骇客学习班 成长骇客大学等等 各式各样成长骇客 在那一段时间呢 大家仿佛认为成长骇客是一个新的行销的技巧 你只要习得了这门技能之后呢 你的公司或企业就能够活得大幅度的 不断的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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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呢 成长骇客虽然没有这么广泛的被讨论 但是它实际的还是被应用在各大的场景里面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成长骇客是什么 不是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怎么运用它 首先呢 我们来讲它不是什么 成长骇客不是一个 找一个骇客 然后就开始写几行神奇的代码 然后写完了之后呢 你的网站就会有大幅度的流量 或者是大幅度的转换率的提升 它没有这么神奇 如果有的话 我现在就已经退休了 自从我当时发现这个学习完之后 我一早就已经退休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神奇的战术 它绝对不是这样 它也不是一门技术 就是成长骇客是一门新的技术 你只要照这个方式做东西 然后你就会获得不一样的成长的东西 并没有这样子 那成长骇客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呢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做事情的方法 跟流程跟一个框架而已 因为它里面所包含的技术 其实是五花八门的 那其中当然有一块很重要的是 数据分析的能力 跟策略思考的能力 但是这个framework 这个框架本身呢 就提供了一个做事的方法 可以让你往成长这套路上面前进 基本上就是找出能够成长的一个流程 成长驱动的那件事情 对于目前你的公司来说是什么 这个框架是帮你找出那件事情 然后接着找出下一个成长的动能 一直找出不断新的成长的动能 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而已 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神秘 也没有那么神奇 它就是一个帮助你思考的一个工具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了解 什么是成长骇客 什么不是成长骇客 那我们来讲下Transviz是怎么运用这样子的思考框架 来执行客户的专案吧 要能够执行成长骇客这个框架之前呢 你们必须要先了解 你们公司目前的产品或服务的北极新指标是什么 什么是北极新指标 那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数据指标 是你们想要推动它成长的 当然你可能说 我的数据指标就是营收啊 其实营收只是一个结果 它的前期可能是流量 它的前期可能转换率 可能是购物的金额等等 营收只是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当你把北极新指标放在 只是营收这个数字上面的话呢 你的做事情的方法可能就是会五花八门 然后就有点在乱枪打 就是太松散了 所以我会建议判断北极新指标之前 你要更了解什么叫做Conversion Funnel 这个Conversion Funnel 就是一个消费者从不认识一个产品或品牌 到最后成为一个狂热粉的过程 那么500 Startup的创办人 Dave McClure曾经分享过 一个叫做海盗Funnel 海盗Funnel也是著名的AARRR 第一层就是Awareness 就是你可以接触到多少人 就是可能在脸书广告上面 或者社群媒体上面 或者别人的部落格文章网站 PR等等上面能够接触多少人 让多少人知道这个产品 或这个服务是存在的 第二层就是Acquisition 就是你能够把多少人拉到你的网站上面 就是你发布了这么多讯息在外面 接触到这么多人之后 但是如果他不能到你的网站上面来 那都是白费 所以Acquisition 本身就是流量的概念 第三层就是 Activation 就是激活或是启动 在这里他们通常在讲的概念 是在讲说比如说你是做一个软体的 软体的第一个步骤可能就是免费试用 注册个账号免费试用 如果是像Facebook当然也是注册个账号免费使用这个东西 或者是贴一个贴文 所以每个公司对 Activation 的定义未必一样 电商公司对 Activation 可能是先购买一个小金额的产品 也可以算是一个 Activation 因为你可能是有一个套组是超级大的 3000块 然后有一个试用包可能才500块 然后还免运费 对不对 所以 Activation 对于每家公司 它所设定的概念不一样 但是至少是它跟你完成交易 某种程度上的交换 价值所产生的第一步 下一步就是 Retention Retention 就是你能够维护它在这个 Funnel 里面多久 就是它可能再回来看你的网站 或重新使用这个网站 或者是接触到你不断的讯息 然后重新回来这样子 下一个就是 Revenue Revenue 在讲的就是它真的变成一个付费的消费者 真正有利润价值意义上的付费消费者 所以对于脸书来说 其实大部分的使用都是免费 脸书没有真正的 Revenue 的 Funnel 里面 直到消费者理解到可能脸书是一个非常大的广告平台 然后可以使用广告的产品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真正的 Revenue 的概念 在于电商的情况里面 像我刚刚讲的 可能是他终于买了这一套黄金套组 变成一个大的有效的 Revenue 这样子 或者是 Recurring 的 Revenue 也可以 订阅了一个订阅制的东西 成为订阅户 或者是付费买了软体的使用权等等 这个可能都是 Revenue 的部分 再来就是它介绍 Referral 最后一个 R 就是 Referral 它介绍了多少人认识新的产品 所以 Pirate Funnel 它们就定义出了 就是销售中产品或者服务 所经过的 Funnel Steps 当然重新调整一下 就能把它运用在电商的 Funnel 首先就是你必须要了解 而且在做 Growth Hacking 之前 你要先能够把你的流量 或者你整个生意切成不同的区块 这不同的 Steps 不同的步骤 这样子你才能够针对不同的步骤说 好 那我怎么设定 我所谓的北极新指标 因为现在你有了这些东西 你就会发现原来是我的 Reach 不够 我接触到的人不够 所以我后面的东西全部卡住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能够多做一些 PR 多做一些广告的投放 然后把流量带进来 然后把这一块优化 因为你可能在 Activation 或者是在 Revenue 激活 跟创造营收这块已经做得不错了 百分比转换 步骤跟步骤之间的落差跟掉 数据不会太差 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一步是所谓的瓶颈 所以其实 Growth Hacking 也是不断的去诊断 最后营收成长的瓶颈卡在哪里 然后你现在做为一个企业 为了要增长 你想要在哪一段施力 所以了解 Funnel 之后 你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设定 这个所谓的北极新指标 我们常常在做的北极新指标 在电商里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跳动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专注在转换率上面 然后接着转换率觉得OK了之后 大家可能觉得整体的 AOV 就是平均订单的总额不够高 我们就会专注在 AOV 的提升上面 提升完了之后发现 原来这个终身价值不够高 就是接下来再回购的次数不够频繁 然后接着我们可能就会再专注在这一块里面 然后不断的提升 所以其实在设定北极新指标 它不是一个定向的 它是不断你要去看数据 然后诊断整个 Funnel 然后看看目前的产品或服务 卡在哪一个步骤上面 然后接着替它创造出很多假设 就进到所谓的 Growth Hacking 的步骤 好的 所以在你设定完你的北极新指标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正式的进行 Growth Hacking 当然第一步你必须要先成立一个 所谓的 Growth Hack 的团队 如果你的团队本来就比较小 然后大家都是没有所谓的部门的隔阂之别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把整个部门聚集在一起 就是这五个人聚集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新的所谓的 Growth Hacking 其实跟他们原本做事的方法 并没有不一样 只是帮他们放了一个更好的框架进去 我们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部门 所以我们会从不同的部门里面 抽出一些人来 再做一个所谓的 Growth Hacking 然后我们可能追着某个品牌 或者是某个专案正在卡住的一个地方 或者正在寻求突破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独立的帮他执行这样子 好 一个 Growth Hack 团队 取决于你们现在目前在进行的项目 你们可能会需要不同的团员 在我们的情况 我们会放所谓的文案 然后设计 然后工程师 数据分析师 然后策略的人 然后还有媒体购买等等 在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是蛮完整的团队 因为我们需要有想法 就要能够落实到执行 不是只有想法 然后再分配出去 我们需要在这个团队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执行者 然后也是这个想法的共同创造者 所以我们一起创造出想法 然后沟通完毕之后 大家就去执行 一旦你的团队确保成立了之后 接着你就可以进行 Growth Hack 的成长的五步骤了 好 第一个步骤 当然是你必须要先针对 你的北极星指标 然后还有你现在手上已经得到的数据 然后去请大家集思广益 去贡献他们的想法 那这些想法可能来自于 比如说对于数据的观察跟判断 可能来自于你可能在某些新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里面得到的一些新的概念跟想法 那这些想法呢 你必须要先验证跟清楚的判断 它对于你现阶段的北极星指标 是否有增长的可能性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不能够把它纳入在 至少这一轮的成长里面 因为它就会偏离了 你原本的目标的设定了 所以即便是很好的概念跟想法 只要它跟你的北极星指标不合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这个阶段把它先拿掉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要为你这些想法评分 因为如果有一个6人团队 每个人贡献2个想法的话 就一共有12个想法 有12个想法呢 可能非常的多也非常的杂 那当然第一件事 你已经把它过滤掉了 跟北极星指标没有关的 你就先把它放到所谓的backlog 就是之后再来做的这个区块里面 其他的真的ok的想法 你就要帮他们做评分的动作 那在这里呢 我们所使用的评分的方法 就是叫ICE I呢就是impact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我们做了之后 我们能够创造多大的影响力 对于这个北极星指标 有多大的影响力 第二个呢就是confidence 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有多大的信心 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impact 就是即便这个硬态很大 可是我们做起来可能不太有信心 不管是我们自己 对于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把握 或者是这件事情听起来不错 可是好像不太确定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confidence就不会这么高 那再来呢 第三个就是E 就是Ease 就是到底有多难或多简单 如果一件事情非常的难的话 那当然难可能是代表说 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所以最后的这个Ease 我们所取决的就是在时间的标准 那当然在这个三个指标数字上面呢 就是impact 影响力 然后在confidence 多有信心 直觉性的想法 还有这个Ease 然后执行起来到底有多少时间 根据三个呢 都从1到10分去给它一个分数 然后接着呢把它加起来 所以如果这个idea呢 就是又好做 影响力又大 然后团队们又觉得真的很有信心 跟把握这件事情 能够做到它想要达到的影响力的话 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是先做的部分 所以这个框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想法跟做法有很多 但是我们要把它专注起来 首先这些想法如果跟北极新指标没有关就不做 再来这些想法如果最后的得分不够高 那就之后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新的Growth Hack的想法呢 就是先后顺序排序出来 下一个步骤就是当你知道你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就跟你团队一起讨论 然后把这一个事情的执行步骤跟顺序 跟一些细节就讨论出来 设计出你们所谓的实验 OK 那一旦有这个实验呢 大家就非常清楚该做什么 它有点像是在做专案的时候的 那个Project Brief 就是你告诉人家说 这个Brief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等等 就把它完善出来 那完善出来呢 就是变成一个执行的项目 然后觉得团队就可以执行 那所以下一步呢 那当然是执行操行 取决于你的Growth Hack几乎股 就是所谓的平反度到底要多高 可能是每一个礼拜 你们就是做一次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去执行 那也可能是两个礼拜 取决于你的这个决定出来的idea多大 或者是你的团队的执行速度跟大小 或者是你一次想要执行几个项目 那我们平均的话都是在做一个礼拜的Cadence 那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在一个礼拜里面完成 可能有些事情会需要到两个礼拜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在执行难度上面比较高的一个东西 它可能就是要两个礼拜的时间 才有办法去完整的评估出来这件事情的效果 所以一旦执行之后 那下一个动作就是去研究最后执行的结果 如果这个执行的结果是对于你的北极星指标有增长的效果 明显增长的效果 那当然你可以持续的放大去做它 或把它做得更好更细 那或者也可以重新再经由这样的结果去发想 其他相关的可能的新的ideas 新的想法 然后再重新的去判断一次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不断旋转的圈圈 让你能够把你的想法透过这样的框架 不断的去测试执行出来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于Growth Hack 成长骇客在电商里面的运用方法跟我们的见解 因为在电商里面能够做的东西 大家可能都有些概念 比如说SMS行销 然后Email行销 Facebook Messenger行销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又一个不断的idea 所以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会随着 这个北极星指标的改变 去测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在早期客户在增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最常被测试的 叫做我们所谓的Angels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服一个消费者购买产品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说服 什么样子不同的消费者这样子的搭配跟组合 以至于产出相对应的广告 文案跟素材 这是我们最常在Grotect Meeting里面 在测试不断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从广告的数据里面去判断这件事情的表现 然后接着由文案跟设计去提出新的想法 跟想要测试的想法 然后我们再讨论出来 然后把它完善成一个可以被剪辑出来的影片等等 然后再做下一段的测试 这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在可能跟我们合作的时候 他可能还在0到1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要帮他不断的测试直到他这个产品 跟这个品牌的故事能够说服消费者的角度为止 当你找到这个角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广告的投资报酬率就能够提高 接着你才能够继续安稳的往下一个步骤 就是不同的北极星指标开始前进 因为对我们来讲最早期的就是能够获得新的消费者 并且不再支付额外的广告成本的底下的情况 获得新的消费者 这个过程是我们在早期GOTAC最常做的事情 当然随着客户的成熟度提升 我们就会加入其他的东西 可能是转换率的优化在页面上的调整改变 或者加入新的APP 或者是用Email Marketing SMS Marketing等等 去再不断的提升他后段的这些指标 就是AAARR后面的这一段指标的一些行销策略 但前期我们一定最主要的专注就是在activation 就是初期获得消费者的这个动作上面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GOTAC成长骇客的见解 以及我们如何在电商的场景里面 运用这一套思维跟思想 然后持续的帮我们客户创造出好的成绩 希望这样的思维跟思想 对你们现在在做电商或在做行销也有一些的帮助 当然更详尽的内容在一个影片里面是不可能说得完的 所以我会把这个影片当成是一个介绍一个新的概念 给你们认识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之后再拍一个比较详细的影片 去一次的walkthrough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进行这样子的事情 或者是也可以Google Google有非常多好的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能够在下一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及时的通知你 让你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